透过花语,艺术家也希望能够传达自身的感受 如今还是大学生的画家陈俊杰 是个高功能性的自闭症患者 出生于新加坡 从小总是安静乖巧 但内在的思想却有深邃的看法 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世界与感受 透过绘画,他画出了他对自身世界的感觉 从画的语言里展现他所表达的境界 全世界都有花,用花来代表爱情,和平,礼仪 用花来代表语言,用不同的花来代表不同的意识 具有高度智商的画家陈俊杰 他所看的世界和感受,和周遭的人是不一样的 俊杰妈妈说,我们以为他笨 说不定在他的世界里我们才是笨蛋呢 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俊杰 借由绘画表达出他自己和周遭事物的互动 并借由画画的过程与世界接触交流 十方新闻胡佳萱,曾千俊,高雄采访报道